BB皮、咬牙膠、玩具 这份BB贺礼清单是贺哪一个添丁呢? 长妈妈原来是一只大猩猩 13岁的桃玛丽是极度频危的西部低地大猩猩 三年前搬到美国新奥尔良的动物园 今次是她第一次做妈妈 亦都是24年来第一只在这个动物园出生的大猩猩BB 动物园每个月要花超过7万美元 养活15000只动物 小猩猩的降临将是头等大事 需要更多的资源 所以动物园的兽医小组就订定一份贺礼清单 希望大家帮帮手 贺礼就包括雪櫃、猩猩喂食器和鲜丘 动物护理队正为桃玛丽训练 为她以后捕鱼、照顾BB做准备 亦会每日监测胎儿的心跳 安排超声波检查 确保分娩过程顺利 国际自然保护联盟评估 目前全球剩下大约34万只西部低地大猩猩 动物园说大猩猩BB的出生 亦为这种动物的保育带来希望 有先电视机者陈月灵报导 我来自然贺礼 raising